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扔到深井里头去 这些王府的妃嫔们也真是 至少他们有七个人 他们居然就会让他一个一个的头朝下扔到井里 然后这个畜生就出逃逃跑 然后被抓住 然后被杀死 就结束了在中国帝王制度之下 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之下非常常见的 亲寿一样的二十九年的生涯 这就是在南朝发生的事情 陈苏陵这件事情到此结束了之后 下面就该轮到这个陈苏坚了 就是陈苏宝的三弟 实事求是的说 这样就对了 否则就不符合帝国政治运行的那种深层逻辑了 陈苏宝 虽然没有被他的这个二弟的一个陈苏陵砍死 但是也是受了重伤 你想想用一个盾刀使了那么大的劲儿 把他给砍晕 那也是挺重的一个创伤了 是吧 陈苏坚这个时候就抢险及时 算是立了一个大功 于是又成了那个帝王君主 和自己麾下功臣之间的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 在陈苏宝养伤期间 那么自然就由这个陈苏坚 代替他的皇帝哥哥来裁决一切军国事务 那一时间这个陈苏坚全清朝野呀 那和皇帝一样的呀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陈苏坚 大家还记得我以前 重复一二再再二三的重复过的一个说法吗 就是在中国在这种地质文化传统之下 凡是掌握了最高权力的人 他都会在众人的那个 盈耳的颂歌 如奴如仆的逢迎 和这个陈苏坚马屁之下 几乎所有的掌握最高权力的人 都会产生一种错觉 这种错觉就是 他觉得他自己根本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 随着这种错觉的产生 人们就会开始胡作非为 而这种胡作非为再往前走一步 就会肆无忌惮 史书上记载这位陈苏坚 他就叫做用了两个词 叫做因事交重 事多不法 什么意思 就是他就开始交横放纵 然后事无忌断的滥权忘法 这就使得陈苏坚 虽然他养伤之后身体越来越好 对他的这个弟弟越来越一记 越来越小心 越来越提防 他就开始疏远他的这个弟弟 陈苏坚身边的那些宠臣们 也不停地给陈苏坚打小报告 今天你弟弟干嘛了 陈苏坚干嘛了 明天你弟弟干嘛了 那么陈苏坚呢 他表现的倒是挺什么 他就一点一点不动声色的 就把授予这个陈苏坚的 很多关于军政 人事方面的这个大权 一点一点的都给收回来了 最后他只给他留了一个崇高的 但是没有任何实权的一个头衔 叫做司空 这是很崇高的一个头衔了 算是三宫九卿当中的最高的一个子衔 那个陈苏坚当然很不舒服 就是在中国凡是品尝我这种至高如上 几乎不受制约的这个权力滋味的人 一旦被强行剥夺了权力 是非常非常容易走火入魔 得意欲证的 那这个陈苏坚 他抒解他郁闷的方式 说起来没有多少创意 没有多少那么新鲜玩意 但是却有非常高的这个技术含量 很有可能他的这个创意 达到了中国古代使用技术的某个巅峰 根据史书上边的那个介绍 这个陈苏坚 他是怎么梳解他自己的郁闷呢 他找人制作了一个和真人大小一样的这个墨尔 然后他给这个墨尔穿上了一个道士服 你们知道他做的这个墨尔 能够就是那个水平 技术水平达到了多高的程度吗 这个墨尔在他的某种内部机关的 那个驱动之下 可以日夜不停的跪拜太阳和月亮 陈苏坚拿这个墨尔干嘛呢 他是在祈祷日月天地神灵 早日收走他皇帝哥陈苏坡的魂魄 你想想看 不用水不用电不用汽油不用煤 这个墨尔根本就是一台涌动机是吧 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知道的是怎么做的 但是很可惜 这种巅峰状态下的这种实用技术 再加上东方神秘主义 他没给这个陈苏坚带来好运 完了反倒把他送到大牢里跑去了 原因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 皇帝如果猜忌他 那么就会有太多的人替皇帝来看着他呢 是吧 那么盯着他的这些人们就知道了陈苏坡的秘密 你知道了这个陈苏坚的秘密之后 就报告给他陈苏坡 陈苏坡接到了这个举报之后 派人一搜 那当场有人装巨货 然后并且暗验病实 就是那个审讯他也好 收集证据也好 都是实实在在的 那么陈苏坚很老实 他面对皇帝派来要杀掉他 要他命的这个皇宫尽事 就趴在地上就大哭 他的认罪态度特别好 他哭着告诉皇帝那个使者 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并没有想真的要让哥哥死 他只是想引起他皇帝哥哥的这种注意和宠爱 那么如今处犯了王法 他宁愿受死 但是呢 他就哭着跟那个皇帝的使者说 说请皇帝哥哥给他一道旨意 以便他到了阴间之后 见到了他二哥陈苏坡的时候 能够带皇帝痛斥陈苏坡的那个大逆不道 很高明是吧 这一番婉转陈词的效果非常好 这个皇帝听了他使者的这个报告之后 也动了侧眼之心 也想起了当时陈苏坡的把盾刀 差点把自己弄死 多亏他这个小弟弟了 不要命的扑上来才解除了当时的这个危急状态 是吧 皇帝一回想起来这些算了想想算了 就下令免他的罪 就让他以王爷的那个身份回家去 关在家里边 不要再惹是生非 从此以后 这个陈苏坡还真的就是脱胎换骨 变得非常非常乖 再也不惹是生非了 那么后来呢 整个南辰亡国了之后 这个陈苏坡和他的哥哥陈苏坡一起 就被压解到了隋朝的首都长安 隋文帝阳坚 对这一对难兄难弟相当宽厚 他远远不像杀戮这个 北州的宇文王室那些人的时候 那么心狠手辣 那陈苏坡被留在了长安 陈苏坡他的弟弟就被远远的发落到了瓜州 那个时代的瓜州 就是今天的甘肃敦煌地区 把他的名字从陈苏坚 给改了那个名字叫陈苏贤 这个陈苏贤到了瓜州 也就是到了敦煌之后呢 他和他自己的那个王妃啊 他的王妃姓沈 那么他就和他自己的那个王妃 沈氏一起开了一家酒馆 这个沈氏做老板娘 那个陈苏贤王爷做殿小二 据说他们的生意红火极了 特别兴隆 那么到了隋阳帝的大夜年间 这个陈苏贤还活着 他不但活着 而且当上了隋宁郡的太守 他是后来是得以善终 并且是善终于天年的 没有人来迫害他 没有人来召见他 他是得了善终的 陈苏宝的日子 那就比他的弟弟好太多了 其实呢 谈论中国古代帝王们的生活 是一件相当乏味无聊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直到今天 这都是一个具有顶尖级关注度的一个话题 不管是哪一个阶层的中国男人 只要一聊起来皇帝的私生活 你去看吧 就会无比的性质不过 每个人都是一脸色迷迷的表情 那无穷的向往和无限的艳线 清清楚楚的写在每一个中国男人的脸上 这实在是被水淫泄地一般 无孔不入的帝王制度 和儒家意识形态所赐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 专制制度之下 丧失了物资生产资料的劳动者 也会同样丧失精神生产的能力 所以中国人总体上从古至今 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的 统治者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 这种情形非常清晰地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在儒家意识形态的说调之下 明明是凭借暴力手段 夺取了国家权利 但是儒家意识形态把他们说成是上天之子 在代表上天治理人间 明明是倾举国之力 供养着这个皇帝一族 供养着这个皇帝一族 皇家一族 却被说成是皇家天子 化育天下万物云云众生 诺大的一个皇宫里边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公尺 住着几千位美丽女子 几千个不男不女的太监皇冠 只是为了供养一个男人 这个皇帝 明明透露出来的深刻的荒诞 黑暗和残暴 但是你去看那个故宫 被热烈的欧阁为劳动人民勤劳 智慧勇敢的象征 这哪一点有智慧 哪一点有勇敢 请告诉我一下 不要说什么批判型思维 就连正常人应该有的 哪怕一点点良知 甚至常识 都看不见忠有 能看到的只有惨媚 奇眉露骨的惨媚 从这样的视角 和这样的眼光看过去 那个陈书宝陈后祖的 那些妙慢生活 就真的不算什么的 因为你整个社会都是这样想 那么他 他的那种 不管他是多么荒淫无耻的 这样的生活 这算什么吗 这不就是全国人民 把他供养起来 供养成这个样子吗 而且全国人民 是跪拜他面前 三乎万岁的呀 那还要怎么样呢 当一种权力至高无上 而且除了上天 虚无缥缈 谁都看不着的 这个上天之外 这种权力 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时候 当他掌握了这种权力 就意味着普天之下 都成了他们家的私有财产的时候 当他掌握了这种权力 就意味着他可以为所欲为 整个天下的人 都是他的奴仆的时候 陈书宝做的那些事情 不过是绝大多数 中国男人都会去做的事情而已 只不过他做的是 更加诗意 更加浪漫 更有文学色彩 更有一些诗人气质而已 说起来金屋长交这句成语 中国人每个人都会脱口而出 是耳熟能详 是吧 陈书宝是个诗人 他不像汉武帝那么粗俗 他呢 倾天下财力 用上好的那个沉香谈目 为他自己最宠爱的这个张贵妃 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张丽华 还有一个孔贵瓶 孔贵瓶这三个人 修建了三座高大红历的这个殿阁 分别命名为林春阁 杰乙阁和望仙阁 听上去很像是 很像是过去的那个红灯区的名字 是吧 所以呢 他把这个三座高大红历的这个殿阁 装饰了 用这个朱翠金宝装饰的 史书上讲叫做 贵其真丽 尽古所未有 就是很多年没见过这么壮丽的楼阁了 而且据说这个微风吹过来呀 这个楼阁里的那个香味能传出去好几里地 这位陈苏宝 平心而论 他有很高的文化和艺术素养 据说他的诗书琴话 音律歌舞无所不精 而且他可能还是一位不错的诗人 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和很纯属的那种文字表达能力 中国历朝历代 喜欢武文弄墨的皇帝不少 可惜除了一位南唐后族李狱 没有一个皇帝能够构得上诗人这个称呼 就是包括制造了大量文字垃圾 号称一生 号称他一生写了五万多首诗的这个乾隆皇帝 没有一首诗能够被后人记住 这样的人你能称呼他为诗人吗 所以就在这种相风演运停开楼阁当中 其实是极大的限制了这些人的诗人情怀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吧 那么这位陈苏宝最为热衷的自我理政是怎么样做呢 就是他每天带着他那些貌落天仙的这些宫中女眷们 和众多的大臣们一起 在他的那些武谢歌台上头 吟诗作妇筹答唱贺 然后由他的这些美人们在那评见 每个人做的诗做的妇的这个高下 由这些美人们来评见 然后再把这些歌词 把这些诗词歌赋谱上新曲 让那些宫里边的文艺工作者们 席而搁置分目叠唱 就形成那种一浪高窝一浪的这种歌舞高潮 那这些宫体诗篇绝大多数都是写下来什么赞美 赞美什么呢 赞美那个张丽华张贵妃 还有那个孔贵妃 这些宫中美女们 她们如何的岁月静好 如何的美貌如花 但用今天的眼光看过去 没有任何艺术价值 那么其中最有名的一首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一句的那个 玉树后听花 这是一首在中国历史上名气极大的诗 不是因为这首诗有什么特别精湛的艺术价值 而是因为它其中能够看得出来 也就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低俗 炉火纯青的福宴 这首诗非常真切地告诉大家 告诉人们 这个南辰当时是怎么奢靡的 那我们现在来读读这首名诗 这在中国历史上 真的算得上是一首名诗了 历语方林对高歌 新装艳至本清城 硬护凝胶乍不尽 初为韩太孝相迎 妖姬脸是花寒露 玉树流光照后庭 平心而论 一个男人热爱一个女子 哪怕像史书当中记载的那样 这个陈初宝经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张丽华抱在他自己的怀里 然后两个人一起批阅这个奏章 这并非是什么特别了不得的大事 是吧 就是综合史书上边所说的情况 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这个张丽华 据说他相貌号称是风华绝代 这个人又特别善言人意 而且他对那个世事人情 他都很熟悉 加上这个人挺奇怪的 他的脑子非常清晰 而且记忆力超群 他能够帮助陈初宝 批阅这个奏章 而且在批阅奏章的时候 他可以做到条理清晰 张词有度 不会有什么遗漏 说实在呢 这根本 说起来的根本就是一种才华来的 是吧 是一种对 对文 就是说一定他是具有了某种文化上面的这种素养 而且了解这种正事 他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吧 所以呢 因为他的这种这种才能 就导致了陈初宝对他言听计从 经常是两个人一起批阅奏章的时候 那个 张丽华怎么批阅 陈初宝都照办 都按照他的批阅同意 就这么做 问题在于这个陈初宝好像是有点过于烂情了一点 除了这位张贵妃 这个张丽华 能够算上名字来的 这个陈初宝 宠爱的女士 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几位 什么龚贵嫔 孔贵嫔 什么袁昭仪 何杰虚 汪修荣 还有那个王里二美人 张靴 二淑源 这样出出一算 他宠爱的那个女士 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几位 如果你告诉我说 他和这十几位 宠爱的女士们 怎么样来处理国政 他很有心思处理好 治理好这个国家 我觉得这好像有点过了 是吧 可是话又说回来 当一种制度 一种政治文化传统 既没有能力防止出现这个 昏君 暴君和佣君 也没有能力阻止像陈初宝这样的 艺术之君 就是以他们的才能 以他们的爱好 另类的来祸害这个国家的时候 发生的这一切事情 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 有什么可抨击他们的呢 这一切不都是这个文化 自然而然的生成出来的吗 问题其实仅仅在于 我们怎么看待眼前的这一切 对吧 怎么看待眼前的这一切 其实是挺 是挺难说清楚的一个问题 那么 直到今天 我们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们 仍然在反反复复的给我们 讲述那些红颜祸水的故事 这就是真正的智商低劣了 是吧 至于这些红颜祸水的故事 都有哪些 我们下次再说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